大家好 欢迎收看三分钟市评 我是李国庆 设计大上头 不要想那么多 在未讲今天的题目之前 请大家看看恒新指数表现 全日恒指上升了近400点 399点 收报2621 升了1.4% 成交就不算活跃了 784亿而已 观望气氛都挺浓的 升那么多 跟大家说设计大上头 不要想那么多 不是说对大家潑冷水说市场不会升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仍然觉得短期有机会 出现小商抵量度升幅升到29,000 让人再讲个市场 那究竟是想讲什么呢 不设计大上头的这件事 就是市场原本有两个大上头的 我就劝大家不要想那么多 这些那么大上头的东西了 第一个就是说7月减息 有人估计减到0.5厘 其实一直联邦基金利率期货的显示 从来未超过50% 不会在7月减息到0.5厘 只不过市场一直都是推升 预期的百分比 即是说预期的曾经去到百分之四十 四十几的 但是未过五成 那跟着给巴威尔潑冷水之后 现在降下来 降息0.5厘的机会率 大概剩下四分之一 四分之三的机会率 是0.25厘减息 其实这个跟原本的预期 不是差很远的 我相信7月会减息 减0.25厘 大家不要那么大上头 不要想那么多 切记大上头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集特会 大家都不要太大上头 就是觉得它会达成协议 就算有一个协议 第二点都是说我们继续谈 其实应该合理的估计 是中美元首会面之后 大家嗨完又拜 下面的人继续做事 不要想着这次会议会有协议 但是应该可以继续谈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 其实美国商务部长罗斯 早前已经一早跟大家说 你不要想着他们谈得好 不是那时候会有协议 而是他们大家见完面之后 可能釐清一些很重要的议题 然后大家继续再谈 其一 其二 其实美国裁长武蔭说给大家听 已经谈碰了九成 还有10% 大家都知道 那九成一早谈碰了 就是因为卡住了10% 谈不了 就是那10% 这10% 你叫他们两个元首 见一次面就谈得好 又不是那么容易的 可能大家就釐清一些 可以养多少 或者 或者会是 喂 你要谈都可以 你不要交我关税 大家讲完这些之后 大家再交给下属的同事 继续再去谈 估计这个可能性就是比较高 所以大家也不要那么大上头 就是说 习特会之后 就会有个好的协议出现了 因为那个协议如果真的好 都不知道哪方面才是好 因为美国又说是有利他才是好 特朗普经常说到 如果那个协议没有利他 他就寧願没有协议 是吧 但是如果真的有利美方的话 中方就好是底了 那 習近平怎么会 愿意签 或者是达成一个 不利中方的协议呢 估计也不会这样 所以应该还是继续谈的 这个可能性最大 好了 继续谈之外 会不会就是说 对中国的商品 加征关税呢 理想一点 这个就是说 那三千亿不加了 不过 特朗普 其实是善变的 大家千万不要这么大想头 觉得他一定不加中国关税 相反 大家最好做好预备就是 他突然间又会出些谋招 突然间又说要加中国关税 可能不是25% 10% 但是也可能会加 他一级级的极限施压 所以大家千万 现在去到这个时刻 就是设计大想头 不要想那么多 特别是今天 的事升了上来之后 可能很多 哎呀 好像没事了 不是没事的 千万不要当他没事 但是有事 为什么又觉得他会 因为我觉得他 对中美双方之后 继续有得谈的 继续有得谈的 气氛又会缓缓的 还有呢 美国始终都会是减息的 所以都是有利的 好 那说了一个大的方向之后 再看看今天的市 大家看看人生指数 这个走势图 这个走势图 大家看到了 今天一枝羊竹 今天最高位收的 全日最高位收 收28621 那2621 这个位已经是 去回 24日那天 那个高位附近的了 那天最高 是收 sorry 最高位是 2634 那和28621 呢 差很少的 差13点而已 那天的收市位呢 就没那么高了 那收市位最高的那天呢 是20号这一天 20号呢 收报2550 24号这一天呢 收报2513的 那2550这一天 就算是最高这一天的收市位呢 那今天呢 都收于其上的了 那所以呢 今天可以说是一个什么 可以说是一个初现突破 虽然如果你计算 全日最高位是未突破 不过 去到今天期止结算日 有夹仓的成份 有这个利好消息 有准备集团的成份 什么都好 总之今天夹上来 走势利好 那就几次呢 就是说这个小商底 下来 当他是后抽而已 然后冲上来 那我和大家都说过 这几天的文章都有写到 就是说其实如果下来 我很希望他跌深一点 为什么呢 如果他后抽颈线 就可以更加可以低级 是吧 低级完之后 讲到很多次了 就是那个止舍位 就放在这个 上升烈口底部 即是这一天 6月18号的高位 那我就说收市位 如果跌穿27,500 就止舍 以收市位算 写了很多日的了 好了 那现在没下来 那没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10天线 就顶着上来 那今天去衝上 那条50,000线之上 那今天在经济日报 网站那里 上午11点的时候 已经写给大家 就是说 他升穿50,000线 今天会移冲 就是准备 上冲 2万6千区 那结果冲了上来 那当时呢 就没有升那么多 2万4千 8千4百多 结果再冲多上去 那冲了上去之后 看看可不可以 升到2万9了 那我就是这么估计的 那我就觉得呢 10天线 有机会升穿50天线的 之前呢 10天线 绿色那条10天线 跌穿50天线 就向下跌一轮 如果真的升得穿的 有没有机会向上冲呢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其实今天 不单止是 港股受到 这个中美会谈呢 有些好像缓和一点的 暖风的刺激 包括 亚太区其他股市 都做得好的 就像内地股市那样 内地股市 亦都是冲上来 在到3千点边缘 虽然收不到3千大关之上 但是曾经冲过上去 注意了 又是条10天线 绿色这条 准备 好像准备要升穿 一条50天线 那样 记住了 刚才说 10天线跌穿50天线 就一轮下跌了 如果真的能升得穿的话 会不会出现 有一轮上升呢 是吧 这样的话 它就可能不单止 可以回补这个下跌裂口 3050区 可能更加高一点 那要看这几天 是不是真的能衝上去 那当然了 就是等于乘特会 不过现在作势就是想上的了 好了 那除了中港之外 其实呢 亚太区都会受到贸易战影响的 就是什么呢 韩国受得很深的影响 韩国 因为很多商品 其实做完之后 半製成品运去中国 中国做完之后 再运去美国 那原本打贸易战 就很伤的 那现在呢 咦 有些转机 你看它衝上来之余 十天线 好想升穿 五十天线的了 因为五十天线正下跌 十天线正在冲上去 今天一枝羊竹冲上去 是不是 那如果真的冲上去的话 就是了 就算这些好像冲上去 一点点都有一轮升 是不是 那跌了下来 就有一轮跌了 那现在如果真的冲上去 起码都有一轮升 那这一轮升是什么呢 有机会就回补回这里 五月初这个下跌跌口 我就觉得这样看的 看看是不是可以实现到 那台湾股市方面 今天其实十天线 已经升穿五十天线了 它是第一个 因为其实贸易战上高 对它有利的 因为中国那些商品 搬回去台湾 对台湾反而有利 所以市场很醒目的 它这个股市 最近跌下跌得少些 如果现在弹的时候 咦 它十天线最先是升穿 五十天线的 比韩国那些更早 是不是 比这个内地股市更早 韩国呢 应该可能在明天 或者下星期一 有机会升穿的了 那含指呢 都还有差一点 是不是 这个内地股市呢 都还是差一点 是不是 那台湾已经升穿了 十天线已经升穿 五十天线 冲了上来 虽然它没有破到顶 但是呢 应该都有机会冲上去 那它真的冲上去 它就不是这么简单 一零八零零 可能是 万一 甚至乎呢 它再冲上来的话 有一轮升的话 就有机会探顶了 就是再测试这个前浪顶 五月三号高位 那个高位是多少呢 一一零零七 你当它一万一千 或者一万一千一 那就再试了 好了 那你见过中港台的情况 由于贸易战那里呢 有机会出现暖风的话 那些十天线 有机会 升穿五十天线 有机会出现一个良好的交叉 我不敢说黄金交叉 因为太多死亡交叉 黄金交叉 以前呢 就不是这么学的 不过现在呢 又 隨便找一条平均线 很多 总之就是 就说黄金死亡 但是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都不紧要了 总之呢 就是说 现在很多的市场 都是出现 有机会 十天线升穿五下天线 出现一个良好的走势 那有机会是 支持的市向好的 好了 就算是 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说 就算是美国不减半利息 只是减0.5利息 那是否很大影响呢 看美匯指数 它是有些反弹的 但是又不是弹得到 上去长期上升軌 之上 就是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市场都是预理要减息的嘛 是 你 鲍威尔 撐住 说不减 那么多 不减半利 不减半利 是 无可厚非的 因为现在不是差到这样 不过呢 我跟大家都说过多次 美国十年期债息 由3.2百利 跌到2厘 跌了1.25厘以上 等于0.25厘 要减息5次 那么你不跟市场走 不要紧要 去年他12月那次加息呢 都是不跟市场的 都是一意孤狠的 那结果怎么样呢 市场就死给你看 跌给你看 跌到去之后呢 他怎么样 他就转态了 1月初的时候 就撲出来说 有耐性 所以他早两天说 我不会受到市场气氛影响 不会看单一数据 什么什么 他说 那当然是OK 市场还没死 市场死给你看的时候 他又是又要转态 是吧 所以呢 也不要真的信他说 他现在说 0.25厘 我觉得 先当他0.25厘 那什么时候会是0.25厘 等多几天的话 就来 7月初会公布 美国就业数据 看看就业数据是好还是不好 如果就业数据不差的话 那就减息0.25厘 如果就业数据很差的话 市场也有个信息出来 就会说 要减息半厘 到时他看看他跟不跟 不跟的话 市场预期就会减多 如果他真的不减的话 又出现跌 到时他又会转态 所以其实是一些动态的发展 但是无论如何 怎么也好 就是 你怎么也会进入 减息周期 美国十年来 首次进入减息周期的话 美汇指数 看来都会 有点偏远 不敢说 一定大跌到飞起 现在跌了来 上不得回到上升季之上 可能会偏远些 这样的话 美股又如何 美股这几天回回来 因为预期的减息 没有减多 但是 这个疑似头肩底的物体 那条颈线 又没有跌穿到的 那下来 先当它是一个后抽 如果真的会跌穿的话 应该用什么呢 我就会用这一天的低位 6月12日的低位 大概 如果以道指来看 是25,958点 你当它是25,950点 25,950点 当这个位置 如果跌穿的话 就算是淡了 即是华谊 升不了上去 否则的话 可能没来租 还有机会再上去 好了 今天讲股 其实都是那些 高比 高高高 Beta那些股份 就升 Beta值那些股份 就升得比较多些 但是这些 因为市场突然间 又回升了 这些股份 也未必一定 真的很好 但是 它们有机会 就彈一下 好像这个 信誉光学 升4% 银鱼 都升接近4% 这两只股 都是你以前 10天5 和50天线 好似的 就是10天线 就保护着它们 50天线 刚刚顶着 再看一次 试试这个信誉光学 银河娱乐 10天50天 是吧 刚刚都是这样的情况 那怎么样 如果 都是等习特会 气氛好的话 它们真的升穿50天线 10天线 就可以升穿50天线 就有一轮 比较强劲的反弹 否则的话 又可能在这些水平 那里增持一下 就是这样 和大市都是类似 是这样的走势 好了 时间关系 今天分析到此了 多谢大家收看